歡迎開家中乘風已久的護照 看見上頭有曾經滿滿的戳張 心中難免有些感慨 如今解封在即 很多人要下訂機票前 可得先注意這護照有無過期 雖然訂機票時 有些航空官網不用填護照號 就可先下訂搶優惠 但就怕沒注意護照過期 出國 假期泡湯 不少人敢在解封前夕 即先到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報道 滿滿人潮想犯護照 號碼牌拿到一百多號 幾乎報復信旅遊來了 若不想等太久 除了可付代辦費給旅行社 也可先上網預約加速申辦流程 想出國花費得精打細算 各大旅行社也推限時優惠 以最熱的東京來看 易游網主打12月31號前預定 享九五折 自由行兩萬五遊找 雄師師達連航一萬五到一萬七區間 可樂旅遊則是全面九折 有接駁到航空公司即將有在10月3號 會有一波的漲價的一個計畫 所以其實如果有確認好自己 在今年有打算出國的民眾 可以趕快把握九月底的一個購票時機 如果你要買傳統航空的機票 你就要鎖定航空公司的聯名卡 那他現在都有開出一些像什麼八五折 八折左右的價格 旅遊達人建議搶連航票三多週少 沒搶到有時還比傳統航空貴 可用Google Files即時追蹤便宜票價 輸入地點日期能及時有最新通知 想出國高消費各環節都得精打細算 三星的國藝術 蔡俊錡 台北報導